來看一下剛剛講到齁 就是如果您看這個Youtube 萬一您看到的是屬於就是 那種播放清單 我們剛剛是屬於一段一段的 那像我的三更五影片這個不是有好多嗎 假設有19個那你都要加19次嗎 不要做這種傻事 請按右鍵 播放清單馬虎之下 進到我們這邊來 增加了所以有沒有發現有個播放清單 貼進去 自己馬上有沒有自己選擇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真的喔不要幹傻事喔 不然雖然也可以但是總是比較麻煩 對不對 你看這樣OKOK有沒有全部都進來了 所以其實因為像這種影音的資料 老師真的教材的資料 你在網路上現在就可以找到很多 現在方便了 所以不像以前說我們要什麼放文貸啊 放DVD啊 現在去網路上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相關的教材 這樣就可以了 那記得如果有分洞資料再發布一次 好再發布一次齁 好這個是我們針對剛剛那個部分稍微說明一下的 那這裡呢還有一個我要補充一下 是在這裡 如果你來自於什麼 我們的那個Google文件 你的檔案齁就來自Google文件 可是你記得嗎 我剛剛有特別提過 教材類型裡面 有分 有分 可不可以做註解 可不可以有那個大綱 你如果是一般的 他並沒有齁 就是這一種的 你看一下兩個差別齁 我用這個給你看 這個進來 有沒有發現 因為我是管理者 不能說是管理者 就是我是這個文件的擁有用者 我有登錄Google帳 有沒有發現我上面也可以編輯 這裡是有大家 所以有時候我不小心 我的教材有錯 我會馬上就在這邊更新 同學也會同步 你了解我意思嗎 對不對 老師也難免會有不小心弄錯 但是呢 你看下一個 這也是Google文件齁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我能不能改 有沒有注意到不一樣的 差不在哪裡齁 我有特別寫一篇文章 這裡 我看一下 OneNote的 我有寫一篇文章 就是用這個 有沒有 幫他補足他沒有 即時互動的功能齁 那你點進來 那麼這個跟我們剛剛那個 最大的差別 就是插在這邊 來看一下 你看像這裡 我們剛剛不是有一些評論的功能嗎 有沒有 注視的功能 這些都有齁 都有 那他到底要怎麼加進來 怎麼加進來 怎麼加進來 因為呢 他不是直接用剛剛那個方式加的 你都用剛剛那個方式加的 這樣可以看 你看呢 我來這邊增加一個 建立一個 網頁 對不對 儲存 選好 如果你是用這種方式的 假設這個簡報 選起來 你看這樣有沒有 他有沒有那個編輯器跑出來 沒有沒有 你看喔 如果你不確定 我再幫他儲存一下 好 現在我把它打開 剛剛在這裡 單元車 有沒有注意到問題了 這次只能看 不能改喔 那如果你是 要讓他有這樣的情形 要怎麼辦 從這邊來 比如說 我們剛剛那一段文件 這裡 有沒有 這裡有個目標 請你點進去裡面 你的連結要從這裡 有沒有一個功用 你要的是這個連結 這樣你了解嗎 我先存一下 有沒有一個複製連結 你要這個連結 那 我重新回到這邊 我再增加一個 因為我原本也不知道他這樣 我想說奇怪我明明有 為什麼沒有 可是他是網頁喔 對不對 也是網頁 好 儲存 你就把網址貼進來 不能直接從這裡選 不能從這邊選來 你看我把它貼進去 你再往下看 有沒有覺得這裡不一樣 這樣你知道差別在哪裡了齁 一樣都是分享 共用 可是因為他的連結的內容不同 所以我在這邊 我看得到那些東西 我看得到那些 這樣你儲存的時候 同學他們在用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跟你做互動 所以你看我自己打開 點下去 有沒有真的不一樣 是不是可以加註解了 我說老師這裡 你有打錯字喔 註解 增加 有沒有mark起來 哪個人註解的 有沒有在裡面 這樣是不是就很清楚了 所以這個我們再補充一下 老師如果您 要有互動式的 這種 公共文件的功能 記得 進去之後 上面 共用 我需要的是這樣的連結 來